二战以来 中情局已经在60多个 这个地方发动过政变了 还包括什么厮杀 车祸 颜色革命 还有好多吧 就是什么熟清的 不知道是绝密 咱都不知道的绝密行动 美国为啥要对钢果筋下手 有人说苏拉 钢果筋美国怎么还看上了呢 老天爷为什么知道不 咱们今天没阿世讲讲钢果筋 有阿世咱不讲讲 来钢果筋为啥 有没有人知道 非洲钢果筋 美国为啥盯上这个地方呢 因为这个地方家呢 还是资源资源还是资源 假如就像咱们买房子 是地段地段都是地段 然后你一看战争 就是资源资源都是资源 要不然就是地缘 要不然就是资源 真事啊 就是打仗跟买房一样的 都是看地段 不信你看 都是海湾国家 要不就是什么港口 要不就是什么出海口 对吧 要不就是控制航道的 反正都是这些吗 要不就是抢资源 石油天然气 是不是啊 包括金的 矿产 钢果筋这个地方 我跟你说 矿产资源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丰富 而且这些我跟你说 都是都是哪呢 都是我们最需要的 嗯 我认识一个 呃 一个姐们 他老公家 就是上市公司 除了煤 煤之外 全就是 矿产全做 他现在就在钢果筋 有矿 都是那些 我们这边 急需要用的 钢果筋兄弟们 被预备啥呢 叫世界圆绕的仓库 他这个矿产资源 非常非常丰富啊 像铜啊骨啊金的钻石啊 啊铁猛啊 镊割啊 啊都有 各种各样多样的 就咱家有个老铁 就是什么镊割金 那就是什么 铁铁铁 什么甲金 咱家有个 各种回收 那个大哥呢 啊 那大哥呢 你应该都知道吧 这些 这些这个 这些资源呢 这个储备 钢果筋 是占全世界 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的 而且钢果筋 还拥有非常非常丰富的 什么呢 铁矿 这些黑色金属的 金属的资源 还有什么石油 还有什么天然气 啊 这些都都都有 那为啥是在钢果呢 因为龙国在这儿 有非常非常大的投资 还有关键利益所在 龙国在钢果 现在投了什么 投了港口 投了水电站 投了铁路 投了公路 投了矿产 好多好多项目 占了钢果接受全球外资 将近一半 还要以上 啊 还要以上 可以说钢果筋呢 已经成为东大 最需要的矿产资源的来源 对东大的发展 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也是我们一带一路的 一个重要的节点 如果美国的政变计划成功了 那么对于东大 在非洲布局和经济打击 那是相当大的 说我弄不死你 我拖不下你下水 我就破坏 就搞一出破坏 多损呢 可以看得出来 这次政变搞得非常粗糙 三个美国人 一个兵痞的 一个毒贩的 一个流氓贩的 草台般的草草发动 一场政变 说明美国人咋的了 鸡眼了 等不了了 等不住了 虽然说这不是最好的机会 人说了 最后的机会了 哎 而且老体们 那个时候什么 还有什么事啊 中俄联合证明啊 发表 刚发表 中俄的深入合作 那对美国来说影响太大了 美国着急啊 猴不急 热锅上蚂蚁 就打断破局 怎么破局 什么手蚊都给你的 这就是埋的 就给你玩饿 也玩埋的的 啊 有早没早打两肝的 甚至可以说 已经丧心病狂了 完全不顾世界的影响 这个地步了啊 结合现在全球爆发 一系列的这个意外事故啊 以后的日子兄弟们 不太平 肯定不太平 我们再收获到伊朗 老弟们 2016年的时候 伊朗是真的有可能倒向美国的 知不知道 中俄一铁三角不可能形成 在2016年的时候 结果呢 被美国和以色列给干回去了 这一次兄弟们 来西遇难 伊朗的亲美派已经蠢蠢欲动了 但是无论如何啊 伊朗都不可能倒向美国了 只会离我们和俄罗斯越来越近 因为以色列已经告诉伊朗说 你们想投降啊 敢投降老子干死你 所以投降是万劫不复 硬刚还有一线生机 同不同意 国一博有可能单车变魔陀 你要投降直接干死你 我这我就想起来 20年前的咱们 那个时候啊 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 那才叫一个恶劣到极点 苏联当时解体嘛 对吧 俄罗斯匍匐在美国的脚底下 就跪舔嘛 就是哎呀 大哥啊 你是我爹 我就要加北约 对吧 然后伊朗选出了新美派的总统 当时正在搞全面自由化改革呢 法国那个叫什么玩意儿 萨克奇啊 上台 全面放弃戴高洛主义 啊 也彻底倒向美国了 当时 是不是啊 重新又又又又又 回归北约了 开始指责啊 我们这不是那不是 还不是的啊 反正就指责我们 就一个伊拉克不听话 哎 结果美国嘎就干你了 三下五穿 萨拉姆就给弄死了 然后说完这事呢 还有个大事 美国这两天我跟你说都懵了 要我是老等真的 家门我都活不了了 太惨了 太可怜了 真的 咋的呢 就前段时间啊 咱讲过 讲啥呢 说沙特呢 就宣布了 说你要终止 跟那个 就美国这个石油美元 这个协议啊 这个事呢 有人说是假的 啊 为啥呢 说这个事啊 那个 是一个马来西亚的 媒体报道的 完了呢 也没有正人八本的 那个大媒体报道 啊 然后就有人说 叔叔你不能这么说呀 你这么说 你危险啊 对吧 哎 老体们 现在啊 有这个官媒 开始报道了 有人说 是不是猪蓝大水上空啊 今天有没有发现呢 好多好多人 就开始说这个事了 这个事是个大事啊 所以咱今天 咱们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给大家讲明白 首先这个事呢 这一次啊 这件事 沙特跟美国 到底怎么个情况 这次终止协议 老体们 是不是真的 答案只有一个 是真事 非常真 目前沙特跟美国之间啊 主要是两份协议 一份呢 是美国给沙特提供 安全保障 另外一份呢 就是沙特只接收美元 作为采购石油的 这个货币 也就是说石油美元的 这个起点 这俩协议啊 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 那么了解完这个前提呢 咱再回头说一说 第一个安全协议 现在沙特的态度 已经非常明确了啊 想续签这个安全协议 行不行呢 可以 但是你美国 你必须答应我条件 我哥们 吃苦的 我哥们让人揍的呀 天天老 这个媳妇孩子 都夸夸死 你这么的 你可以 给我签这个安全协议 如果你连巴勒斯坦 独立建国 你都做不到 你让以色列停火 你都做不到 你让巴以停战 都做不到 我凭什么相信 有一天我跟以色列 打起来的时候 你能保护我呢 这话对不 太漂亮了 说的 而美国一听这个话说 哥们 这简单呢 这好整啊 我积极啊 转投老铁嘛 美国是有生以来 投一次在联合国安理会上 没有投下反对票 去支持以色列 转而投了赞从票 直接支持了巴以停火决议 但是老铁嘛 到现在 几天了 我就问你 有用吗 你能管了你爹吗 实在管不了啊 现在你别说巴以停不下来了 黎巴嫩都给以色列干拉西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们觉得就美国搞那个半定稿 沙特能签吗 傻子都不能签吗 对不对 我已经成长起来了 我不需要你的保护了 至于这份石油美元协议 啊 有些人一看网上说的挺厉害的 什么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 这个这个媒体报道的 根本不切实际啊 印度时报 半岛电子台 阿联酋媒体全都报了 那么说到这有人讲话了 说这么大的消息 应该是全球播报啊 现在就算有这么几家媒体报道了 能不能说明这个事是真的呢 哎 老铁们 如果你们这么想 你们就可以去看看历史了 什么叫做明镜所以造型 股市所以至今呢 当年美国跟沙特签署石油美元协议的时候 不是不也是趁着乱偷着摸的搞的吗 所以你们就想了 当年这么好的事 美国都得偷着摸搞 现在什么情况啊 咱说句不好听的 一旦石油跟美元直接彻底咔嚓 解放啊 再加上沙特现在已经加入到龙国的货币清算系统 这件事对于美国霸权 还有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号召力 那叫致命打击啊 以后没有美元霸权 只有美国的航母霸权 航母现在都不行了 他的烂马七刀的号直接从南海都撤了 也就因为这个后果属实太过严重 所以说美国压根就不可能接受这种消息外传出去的风险 你们要不信老铁们 咱举俩例子 行不行 就像前段时间 野门对着美军的航母哭哭一顿干 把艾森豪 作死啊 真的作死 岸田文雄宣布什么呢 是要进行实弹 还有实战军演 要实弹实战军演 然后你说这都不是最夸张 最夸张什么呢 他故意把那个军演区啊 直接安排在俄罗斯人家门口了 而且叫嚣啊 还摇人呢 还摇大哥摇小弟呢 直接把德国给叫来了 然后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警告了 说小本子你真是给脸不要脸 你已经走向非常危险的道路了 那么问题来了 俄罗斯会咋叫醒日本 兄弟们啊 这是第二个事 第三个事 有人说输入南海有没有事 今天南海真有事 菲律宾媒体发疯了 你知道吧 就是今天啊 就菲律宾的就是 就是正正规的渠道 包括国防部啊 什么他的海警部门 还没说话呢 媒体疯了 就大肆讨论 要击沉咱家的山东舰 我就想问说 这个疯猴子真的咋的 嗑药的还是咋的呀 有人说为啥他疯了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山东舰 一艘护卫舰都没带 直接撒牙的单枪匹马 直接干到菲律宾家门口 200海里的位置了 直接蒙圈了 然后呢 进进这个布拉莫斯 导弹那个射程了 知道吧 那么问题来了 山东舰为啥自己一艘军舰 直接叮当456 干到人家菲律宾家门口了 不怕挨干挨揍吗 对吧 还有什么呢 就是中东这一块 中东的什么事呢 就是聊中东 肯定离不开以色列了 以色列这个国防部长加兰特 从美国呢 开旋而归了 那假的老那个了 就是觉得自己行事了 跟大哥跟爹自己一谈 然后呢 回来之后都没回家 直接去到了那个前线 就命令以色列空军 对黎巴嫩展开强大的攻势 直接全面轰炸 就昨天兄弟们啊 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五个城市 叮当456一顿干 那么兄弟们问题来了 他的底气在哪 有人说了底气在哪 很简单呢 天天听咱家直播的都知道 底气是啥呀 就是美军嘛 意为什么 说美军军舰现在已经绕路 从直布罗陀海峡 直接干到地中海了 那么问题来 这次什么概念 美国真的打算好下场了吗 对不对 今天这个消息非常有意思 兄弟们啊 大家都知道 前几天呢 叫什么啊 这个美军不是派了一个 RQ4无人机 帮着乌克兰炸了克里米亚吗 结果这直接就让俄罗斯给就是干干干生气了啊 干机闹了 二话没说 直接把这个美军RQ4全球用无人机给干爆了 而且这个事已经实锤了 甚至说那个吃贫咱都知道了 本来我就行 我说美国人都吃亏了 是不是 吃亏你咋的不得老是一段时间 结果兄弟们就是找死的路上不分老少 真的啊 万万没想到美国人是嘴上乱了 说是要跟俄罗斯多交流多沟通 避免误判 那大黑驴奥斯丁 叮当四五六一顿给老普打电话 人家没勒他 但是我跟你说啊 就美国就见 见到什么程度呢 手上的行动一点都没少 说是说的 做是做的 哎 话说什么时候就在二旗号的时候 两架C2银河运输机 直接就从人家美国本土脑下就起飞了 而且直流的就干到罗马尼亚了 比如说 这是什么概念 运输机上运的什么 是美军吗 还真不是 说这两架运输机上装的全是美军的大型无人机啊 而美军的计划什么呢 就是要跟俄罗斯来一场硬碰硬的 等等 就是告诉俄罗斯说 你不是敢出手打爆我的无人机吗 OK呀 你这一口气啊 我直接给你干二十架 我全飞到黑海附近 我恶心你 我看你怎么办 然后紧接着你看 家伙们咱们是不是说了 人俄罗斯首先说了一件事 第一件事什么呢 就是我要恢复中短程导弹的生产 因为你美国在全世界部署这个中短程导弹 啊你已经威胁到我的安全了 所以说我要我要解除禁止啊 这个这个禁止什么呢 上世纪八年代的时候 美苏两国为了减轻核战或者其他战争的风险 制定一个条约就是我们两家的手上五百到五千公里的这些中短程 我我全都销毁啊 但是你看礼拜里你看美国答应了也签字的该做不是还做吗 该部署不是还部署吗 而且老铁们啊 美国前脚刚把无人机干到罗马尼亚 后脚兄弟们就在昨天29号的时候 俄罗斯国防部就说了 别在那给我得瑟 现在我们把黑海部分海域设置成禁飞区 什么概念 禁飞区就是但凡你有飞机 不管你是哪国的 自己本国的都不行 今天家人们啊 就是咱这个话题也是非常非常诈利啊 特朗普斯拉这个事啊 出现了一个最新的调查结果 而且呢还是谁公布的呢 不是别人是马斯克公布的 但是马斯克我估计他也是有点怕死了 你知道吧 没说太明白 就说了一句 说啥呢 说特勤局需要对这个事负责 哎 然后特朗普这个团队一瞅 哎呀我去啊 你既然我这个知识 我的大哥都说了特勤局需要负责 那老子必须查呀 哎 老弟们这不查不要紧 一查我弟个妈 好家伙了 你们才咋招了 昨天咱的预测一点毛病都没有 哎 我说这个事啊 由于风险很大 所以老灯策划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绝对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对吧 结果呢 今天特朗普团队已经调查出来一丝丝的结果了 说这次导致刺杀事件成功发生 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就是特勤局找的那个那个那个狙击手啊 呃当时呢 家伙们他已经瞄准那个刺客了 但是据说啊 就有两个信息 昨天我就说了 其实有一个观众朋友都已经说了 一个特勤局 一个保保保保保卫局嘛 就保卫特朗普的那个保安部嘛 还有个特勤局 告他们了 说我发现那个房顶上趴个人 而且带了个步枪 这帮人没累一趟啊 愣是让 就他开枪的时候 都还没有还击 然后就是这个阻击手 当时已经上 上面已经申请开枪了 结果上面的人直接下令了 兄弟们 咋说说你不能开枪 就这么一个拖延好家伙 差点让特朗普被包头 那上面人是谁呀 我不跟你们开玩笑 就是民主党那帮货 咱换句话说啊 这次针对特朗普的刺杀行动 和刺杀这个行为 虽然不是老灯一手策划的 但是这个事儿 是民主党干的 基本上没跑了 而且跟老灯有没有关系 那压根脱不了干系 对吧 不过在说清楚这个事之前 兄弟们啊 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事 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事 我必须得说一下 什么事呢 昨天特朗普不是被刺杀了吗 按说啊 最害怕的应该是谁呀 应该是老灯 或者是特朗普 对不对 结果不是兄弟们 最害怕的人是谁呢 最害怕的人居然是泽连斯基 哎 当时小泽一手 我得个妈呀 这家伙刺杀特朗普失败了 而且还让特朗普支持率 嘎嘎以嘎子往上涨 这家伙给他挤一挡 这坏了坏了坏了 啊 这一下拜登支持率下降了14%啊 特朗普支持率挠挠往上涨 那下一任总统 那不基本上确定了吗 我得赶紧想办法 简性一下这个事儿 对我爹的影响力 啊 你们可能会问了说小泽的 在乌克兰 他咋干事儿 他爹的事儿啊 这个就是搞笑他妈给搞笑开门 搞笑到家了 泽连斯基心说了 不就暗杀个总统吗 对吧 叫啥事儿啊 我直接公布一个大事儿 我说谁呢 我说乌克兰曾经也暗杀过普京 哎 这不就把特朗普被暗杀这个事儿 给对冲了吗 不能把我爹的忙吗 就这么的兄弟们 前脚特朗普被暗杀这个消息传出来了 后脚兄弟们 乌克兰情报局的局长 在家七七八八 那妈小人都站出来承认 说我们承认 乌克兰特工 其实曾经也对普京实施过数次暗杀 并且好几次啊 说直接把普京陷入到了九死一生这个险境当中 你们没听错啊 在乌克兰情报局局上就这么胡哨的 直接就说 说乌克兰对普大帝发起了多次暗杀行动 而且差好 差一点好几次都成功了 当时我看完这个消息 我都懵了 我就想这事儿 不能是真的吧 这不是疯了吗 这该不会乌克兰这边又创造什么假新闻在那吹呢 结果兄弟们啊 我跟你说 这玩意儿事儿就怕查 一查你才咋着了 人俄罗斯就是一句话都没说 再看普大帝那边 意气风发 毫无影响 非常明显乌克兰吹牛呢 对吧 结果就在我准备在下面留言 就嘲讽嘲讽乌克兰的时候 泽连斯基那边一手说 怎么个事儿啊 我都说我暗杀普大帝好几次了 怎么全世界咋的 目光还没投降我呢 反而是好多人嘲笑我呢 连连叔叔都嘲笑我了 那不行啊 那既然要决定做戏 咱就得来个做全套的 说完之后老体们 小泽干了个啥事儿呢 直接把乌克兰的情报局局长 叫跟起来了 说你立刻现在马上 赶紧给我策划一下 即使前面没留 今天你得给我留一遍 所以怎么说老体们 普大帝这次转翻门了 太转了 而且大家都转了 知道吗 不仅他转了 俄罗斯也转了 转了一大笔 咱先说俄罗斯 就目前来看啊 普大帝 至少 你们不要小点声呗 普大帝至少达成了三个目的 知道吗 一是对外出口方面 多了一个跳板 对俄罗斯经济上 这个这个利益上 有巨大的帮助 第二家人们 地缘上 与伊朗可以更紧密的连接 包括 与中东可以有更紧密的连接 俄罗斯也扩大自己 在中东的影响力 第三 俄罗斯兄弟们 可以通过在阿塞败疆 发挥强大的影响力 从而对冲 以色列 在阿塞败疆的影响力 普京这一趟 一举好几得呀 而且最重要的 这还解决了俄罗斯 在中东的燃眉之急 有时候为啥这么说 大家可以想一个问题啊 明明俄罗斯在叙利亚 有驻军嘛 为啥还天天受以色列气啊 说白了之所以 这种状态 主要是俩原因 第一个原因 俄乌战争牵扯太多精力 第二个原因 地缘上 陆路通都打不通 陆路通都打不通 加上只能靠空投 不管是给叙利亚 还是伊朗 只能靠空投 那一二七六一趟 能装多少东西啊 有限的 那油也贵 再说呀 所以说 这就制约了俄罗斯的行动啊 不仅如此 由于谁呢 就阿塞哥 横在中间了 而且阿塞跟伊朗还不好 俄罗斯跟伊朗的联系 也不顺畅 当然俄罗斯在中东 发挥影响力啊 他肯定得受影响 受制约的 现在这个情况 加上变了 有大变化 俄罗斯与伊朗 乃至叙利亚的通道 全打通了 一方面俄罗斯 可以向西方出售石油 咱就出个招 有我想的啊 我能想到 人也能想到吗 那买不买 就别人的事了 出不住就别人的事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像伊朗 像乌克兰 运送各种物资 咱没说运兵 没说运武器 运物资行不行 人道主义行不行 方便多了吧 可能有人就会说了 会有这样的效果吗 你还真别说老铁门 这个效果大得去了 因为这个其中的利益足够大 知道吗 不仅是俄罗斯的利益 阿塞拜疆的利益也足够大 你们想一想 俄罗斯把更多的石油 卖给阿塞拜疆 然后阿塞拜疆再卖给欧洲 也许啊 这是多大一笔买卖啊 那阿塞拜疆 里外里抽个过路费 撒的了 对吧 同时作为好伙伴 还是金砖国家 框架下的好朋友 你阿塞拜疆 你不能阻止俄罗斯 包括伊朗 我家做生意吧 对不对 如此一来 俄罗斯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那不就是就是增加了吗 那过去不好运输的东西 现在不也好运过去了吗 自己对虚传的物资 补给成本不也更低了吗 效率不也更高了吗 对吧 说实话 俄罗斯通往中东的陆路通道 普大地已经谋划好多年了 不是这一两年的事 而且他受到什么问题的影响呢 那卡 知道不 有一个集安组织吗 原来亚美尼亚是跟俄罗斯好的 阿塞拜疆不跟俄罗斯好的 一直就没有从高加索地区打通 格鲁吉亚与俄罗斯有嫌隙 然后呢 这个亚美尼亚呢 换了个亲美的总统 阿塞拜疆呢 又因为大卡问题 对俄罗斯非常不满 结果这个事拖了好多年 现在好了 这条路打通了 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如果不是亲美的亚美尼亚总理宣布放弃那卡地区 把俄罗斯跟阿塞拜疆这个障碍给拆了 这条通道也没那么快打通 看到这样的结果 不知道美国是啥心理 啥滋味 不过美国还是会想办法去破坏 一定的 只是现在有东方大国 包括俄罗斯一起施加影响力 美国恐怕也没有那个无能为力的 真的 接下来俄罗斯会在中东问题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大国斗争的烈度也会增加 咱们就拭目以待 真的啊 我就我我永远还是一句话 中东是美国和俄罗斯的第二战场 感谢吴大郎啊 然后说完这个啊 咱接着说 美国前两天派了一个金融代表团 来咱们家这个 这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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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架势你们看见了吧 那老嚣张了 有没有知道这个新闻的 老嚣张了 那跟视察工作似的 结果一打听 干嘛来了 妈呀 感情好 接钱来了 一张嘴 非常开心 又一次跟大家见面了 非要不多说 咱们直接开始咳了 好长时间不讲印度了 感谢笑兵啊 印度这个事呢 其实 因为它一直都是热点话题 它是热门地区嘛 对不对 大家都都是对这个 逢讲印度必长人 对不对 家人吗 但是呢 有有一个事啊 就已经辟谣了 我们在直播间房也提过一嘴 就是说在那个中印边境地区 不是延伸了什么20公里吗 然后又死了多少人吗 这是辟谣了 但是呢 印度跟巴基斯坦边境呢 这两天确实出事了 那么今天咱都不讲 因为这些事呢 都不是最重要的 今天印度有过 什么最重要的事呢 老体们 它在中印边境 把MQ-9死生乌人机给撤了 有没有人看这个新闻呢 直接把MQ-9死生乌人机给撤了 而且印度议员更是直接提议 说干嘛呢 要把剩余的 这个美国还没有交付的 不是买了30价 花了30个亿吗 说要把剩余没交付的那些 MQ-9给退货了 不买了 原因非常离谱 竟然是因为什么呢 说就在72个小时之内 野门胡塞武装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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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击落了 MQ-9死生乌人机 那么问题来了啊 美军为啥这么投铁 一定要用MQ-9去偷袭野门呢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跟你说 现在啊 我说句实话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们答案 家人们 因为美国没的可用了 你除了MQ-9没有别的用的 他没办法了 而且现在我告诉你个实话 家人们 MQ-9就算废了 知道吧 整个MQ-9 整个的机身 包括里面的技术 包括它的 就是你反侦查 包括拉马基础 都被人给研究明白了 啊 这边MQ-9不仅在中东啊 在俄乌也被打开 定到四五六 好几架呀 而且你记不记得前段时间 最强八零后 亮出来一个新款的无人机 跟MQ-9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MQ-9 基本上就废了 那具体怎么回事 一会儿跟大家讲一讲 这是第一个话题 而且第二个话题啊 昨天确实是我得承认个错误啊 我就误会那个 那个佩泽西西洋了 这这这哥们呢 有点脑子的 说实话啊 这伊朗总统呢 新的这个总统 佩泽西西洋嘛 他不是去访问那个 那个伊拉克了吗 啊 然后呢 包涛迁都这个事 我昨天也仔细的啊 研究了一下 看了好几篇专家分析的文章 我觉得我分析呢 确实我不是军专家啊 我这个眼睛也小 咱也没有那么多专业知识 稍微有一点偏差偏妥 但是今天为大家详细 我看了好几个观点 好几个文章 我说一说 就是我比较认可的 这个这个这个观点 好不好 而且今天除了这个事啊 迁徒这个事之外 还有个什么事呢 就是伊朗的总统 突然之间访问了伊拉克 而且美国中央情报局 也发现端倪了 竟然直接提议 炸掉专机伪装成事故 老体们这就奇怪了 美国发现啥了 怎么会这么狠呢 刚弄死一个来西 那个来西 又要弄死一个新的 伊朗的总统 他干什么 这第二个话题 而且第三个话题 还是在中东 什么事呢 美英又联手了 出动了几十架战斗机 甚至美国连核潜艇都出动了 你们知道干啥去了吗 有人说是不是干伊朗 你们觉得是干谁 你们觉得干伊朗 我扣破一 不是干伊朗 我扣破二 美国老铁们啊 美国和英国几十架战斗机 甚至连核潜艇都出来了 去干谁 直接要对野门发起报复 哎 苏东坡说对了 对野门发起报复 叮当四五六 一顿炸完之后 老铁们你知道几十架战斗机 还有一个核潜艇 达到什么样的这个战略目标了吗 有没有知道的 看不看新闻的 我估计你们看这条新闻没有看到结果 什么结果呢 只炸了野门胡赛武装几架无人机 包括两套导弹发射系统 什么概念 老铁们战损比是 就是机器前的战损比 能够达到一比一千了 一块钱 就是野门胡赛武装一块钱 不是一千块钱 这个是我少说的 啊 这是还有什么呢 美军的核潜艇差点出事 就在这边攻击当中差点出事了兄弟们 啊到底什么情况 一会儿跟大家说 这是第四个新闻了 还有第五个新闻也跟周冬有关的 啊第五个新闻也跟周冬有关的 有人说龙国该出场了 对不起家门出不了场 一点点都出不了啊 继续说叙利亚这个事 我跟你说叙利亚最近真的站起来了 他这个地理位置很关键 伊拉克也很关键 你知道吧 叙利亚这个位置关键到什么程度 但凡你要干以色列 但凡你要草上草落这个这这片区域 叙利亚这个位置 他是属于中间的 够谁都能够得着 所以他为什么站起来了呢 以军时隔三天啊 对叙利亚叮当四五六又发起空袭了 这是咱昨天说过 但是兄弟们 有一件事咱不知道 今天才爆出来的 什么事呢 叙利亚直接出手了这次 啊一点没遮了眼眼 摊牌不装了 直接用S300 在地中海 把乙军F16给干了 干的不是美军的 干的是乙军的F16 可问题是什么呢 叙利亚这么做 他不怕吗 原来他不是